那么回到国内来关心艺人瑶瑶最近呢因为广告尺度合约问题那么不断的受到关注 在日前呢那么临时取消了这个临时通知制作单位说取消录影也造成节目一度是差一点要开天窗了 还造成当时制作人必须要这个签字保证他才红着眼眶进到摄影棚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让主持人许乃琳似乎是看不过去表示说第一次等新人录影为什么这么大牌 对此也要说呢这其实是经纪公司跟制作单位之间的问题 那么他也表示其实私底下这个乃哥对他是非常照顾的 让你认为说好像有点迟到的情况这样 没有那是公司对公司的事情对然后其实没有人骂我啦对 然后也没有人刁难我什么的大家都对我很好 而且乃哥他们还有安慰我乃哥和玉琳哥他们都有安慰我 现在上课这样子课业还可以吧 课业喔就希望老师可以多多通融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还蛮怕因为造成学校的困扰 因为学校的主任什么他们都有来跟我讲 你去法王会不会有压力 压力其实不会可是我怕我妈会就是因为我妈其实她就是蛮担心的 希望你现在还要负担整个假期是不是 就是能帮妈妈多少就帮妈妈多少 谢谢大家